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市攻略 我是林梓彤 這個環節,請是Stanley 跟我們聊,Stanley你好 你好 先提提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打你204-6566,問我們專家意見 又或者將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還有一些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希望大家網網講最新走勢 恆指跌幅加劇,曾經跌超過400點 暫時跌382點,最新增24,553點 跌幅大約1.5% 國企指數跌大約1.2% 最新增1萬070點,跌132點 大股成交528億多 又跟Stanley先說大股 今早早市市,第一沒有力量上升 然後轉跌 突然之間市跌得很急 剛剛看了押忍 或者個人和一些中國的公司 例如TikTok和WeChat做任何交易 所謂的交易是甚麼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講 原來現在 因為這宗消息其實今早早 你當大概是 我想九點多鐘早就爆出來 因為其實我都是在Boomberg 突然間的東西爆彈出來才見得到 其實你說它 因為它英文的字眼是Transations 但是哪一方面的東西 或者你Bank去哪一方面的東西 其實現在應該是不清楚 它亂用人清理 是 是 是 究竟其實是牽涉甚麼情況 現在應該是未明白的 但是我這樣說 它現在是直指這兩間公司的話 都很麻煩 很難得身 應該是甚麼呢 是不是很少見 如果你假設這間公司是一些軍方背景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整件事你看上去又 是合理的 但這間叫做私人公司 還有就是 這些針對性的做法的話 就像你說以WeChat為例 其實真的可打可笑 因為你想一下 當然 如果以昨天的Morgan Stanley 報告 它應該星期三出發報告 類似中國的公司 你說在美國當地多不多這些業務 我印象中好像騰訊也不多 但是因為經過WeChat 我叫做一些交易的交易的話 可能是很間接的 可能歐洲方面經過這件事 和美國合作的 這算不算是呢 其實你可以說 現在這一份的 叫做一個 行政指令 我覺得是很不清晰的 究竟甚麼為了一個交易 這件事真的要 看看它有沒有一些 可能有沒有時間詳細的資料 但是對於港股來說 或者對於行指來說 它一定是有影響的 因為騰訊 對 你可以說其實 騰訊不行的時間 市場都不放很多去哪 再加上現在 你根本上 是整個市場的氣氛都會有影響 因為你現在是第一步 你現在做了這一步的時間 到底下一步做了甚麼呢 你又真的不知道 所以對於港股來說 這一刻都很糟糕 而且現在似乎越做越多 因為昨天 Reuters 也有報道 美國財政部和證監會 建議特朗普 在明年一月前 在美國上市 但不符合審計要求的 中國企業全部逼令退市 如果你是這樣 不過這件事 如果你說退市這件事 或者這個審討的事 不是現在 那些甚麼審核那些 不是現在這一回合的 但它的要求可能再驗一點 或者捉中國企業的時候 把那些 guidelines 其實是要討論的 你有沒有犯規 其實呢 如果要談過這一步的話 是不能談的 一定中國那些 如果你在這樣計算是正在 為甚麼呢 我再解釋一次 因為話說 其實你記住一件事 因為那些是以往的時間 就是說 中國的企業 我當你騰訊為例 你騰訊的那些數 你一定在中國那邊做審核的 這個大家都合理 因為你的業務是在中國那邊做的 而那個時間就是說 當你在美國上市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你可能 在中國那邊做門數出來 然後呢 就給一個 可能當你交一張訊給美國政安會 那你就當是 你說 就是當你這些數目 全部是 是 oddy過的 沒有用的 那我就再抵上去 但是現在 如果那個家強的審核的話 應該按道理就是說 可能很多的 oddy的審核的東西 就在美國那裡做 其實這件事好像沒有甚麼意思 是 因為你本身的業務 在中國那一方面 那你又沒有甚麼理由 叫他 就是可能將一些東西 搬過去美國做的 是 那這件事其實是有一點問題的 但如果你假設你這樣做的時間 其實你沒得玩的 就是這些事明顯是說 你一旦轉 就要退市 是 但是如果這樣計算的時候 就是這樣說 那你港交所就有了你 嗯 所以我今天 我剛才 今早上看 現在新聞立刻按一下港交所 不過 可能我視況氣氛差 港交所也要回到我的身份 不過我不是說這件事 是要看它究竟如何發口發下去 你問我現在影響有多大 鬥你不到 就像騰訊那樣計算 你說現在 這件事對它有沒有影響 影響有多大 就是鬥你不到 因為 這件事是超出 大家認知的情況 你可能說完全沒有影響 但問題是你又真的不知道 轉個頭 你又找些甚麼禁止 因為 如果你說 因為你很尷尬 你這麼多公司裡面來計算的話 我有一些大公司裡面來計算的話 騰訊 阿里巴巴這些 你現在很明顯就有近年的時間 想衝出去 有很多不同的部署 有病狗 你現在說要去搞它們 你會令它們的 剛才價值有影響 我看A股 A股都跌的了 A股是跌 但是看下跌多少 金金 其實你說是否加住3008呢 我都心大心小 我都有點興趣想賣它 但是是不是時機現在 還是說 他今天都開始有少少 其實真的很少回調 有少少回調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 但是這件事 是要再看詳情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他現在 我當你Donald Trump 走這一步的話 他應該不知道 特別是因為你要記住 現在是 他要搞大選一點的 他應該會再出一些 辣一點的招 都真的不舒服 其實他戴以前都波動 戴上戴上戴 一定的 可能都不是戴上戴那麼簡單 可能那個時 變了氣氛會很差 氣氛差 如果現在那個時 當然了 你想想一件事 騰訊如果真的升不起來的話 你的恆子還可以怎樣升 就是錢 也是 你再加上戴上戴 可能他搞的 不單是搞科技 金融都可能搞了 現在這樣 如果看恆子覆圖 真是 肉酸的 複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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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禁止那些東西 他搞很多東西 你好像是靠那邊 其實他搞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發瘋要搞事 Donald Trump 都是搞一些大的 就是殺傷力比較重 不是 他當然是搞一個行業 可能他現在搞靠那些東西的話 你想想 如果我是美國 我當然是搞一些我自己強 然後你那些在起步那些 是啊 所以又不知道 那麽在程度上 你猜不到他現在這麽全方可以打你 你想想 如果他搞你靠這些的話 搞你微信 就是微信的時候 可能你下一步 搞你支付寶也不會出去 你真是不知道 就是變成現在 我覺得在某程度上是煩的 煩到就是說 你根本上都不知道 究竟他現在 什麼時候才會收手 這個時候才會閉 反而你說沒有影響的話 反而美團沒有影響的 生活90真的沒有影響 所以你叫價錢這麽硬朗 其實艾巴巴也有影響 你見到價錢也跌多了 現在 嗯嗯嗯 好 不如回答一下問題 很多問題 先問了241 你健康 怎麽看 有沒有貨 李先生應該是嗎 李先生可以分解一下有沒有貨 241今天再跌大 百分之二 二十個七毫 等二十元 等二十元以下才想 有貨等二十元 拿了貨 我那些呢 都是沒有 都是拿著先 夠拿著 OK的 不用擔心的 二十元也不是拿很遠的 還有這一隻 阿里系的 我覺得他都OK的 嗯 一個星期冷靜 我覺得又不會了 金金 很難 還有因為現在最主要呢 其實你見到他現在出牌呢 是真是 擺明是什麽的 中國牌 不是他擺明是要玩針對 哈哈哈哈 所以 怎麽說呢 不就是有件事 當時這個可能拉到國際關係的東西 你覺得中國會不會妥協 就是這樣 等於你想一下 當日你美日的情況呢 大家不知道 可能就未必知道了 當年日本的經濟狀況又是如如中天 其實很厲害 當年美國的狀況就是 單一個叫做東京的地價 它已經可以賣到全美國了 就是那個價值 但是之後就簽了一個廣場協議 就是做那件事 但是 你想一下就變了 之後日本就不行了 就是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嗯 所以 除非你中國這一彎妥協 就是你肯 可能很多的 一些的發展方面 甚至乎一些的其他方面 你妥協就可以了 但是 我覺得這一陣不會 嗯 好 Ronald 應該都是問美股 是嗎 是呀 沒錯 M&G 是不是可以找機會買入 如果現在 是不是都是買回一些 美國的比較好一點 如果是這樣 聽你說 是 我一向都說 其實你美國的那些 安全傳 還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我又講一下一些 就是一些關係的東西 你說現在就好像很簡單 這件事來計 你說TikTok這些 TikTok這些 你現在去禁了 就是要逼你這個 逼你賣給這個 可能給Microsoft這樣計 那你想一下 你說這件事本身 對不對 其實不對的 你想一下 為什麼要逼人家這樣做呢 但是如果再想一下 那好像Alphabet 好像你說亞馬遜 好像Facebook這些 那你又進不了去內地 所以你說很多事情對與錯 其實不是這樣 三年兩月可以解釋清楚 整件事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面對這個困境的時候 那你沒有 你想一下 就好像一些Fan股那樣 你是全球性的 你是全球已經有一個 比較上是很大的地位之餘 全部都基本上 都不是在中國發展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這個是一個賣點 所以 還有現在錢多 這些股份 還有一些錢會拍下去 所以有貨的話 其實沒有就拿著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的時候 才再想一下買不買 反正你說 Smart那些股份 S那個 因為S是那些 Payment那些東西 S是不差的 M就應該好些 但M我都一般 M我都對它的看法一般 另外 一些兩成 是這樣的 美國的業績差的話 世界的股份 一月跌很多都不足以外 好 另外 2013 12元買 都是Ronald說 有美股有港股 201312元買 怎麼做好 這隻 1146 今天對4%下來 它的勢還還不算很差 尤其是 它今天爆升那一下之後 它的勢還能保持得到 所以反而這隻 你看一下 你現在暫時定過 10個半個止洩位 這隻可以重量拿著它 1810 15.9買 小米又不好 小米真的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盡快止洩 我覺得反而是 是啊 因為小米純粹是因為炒了它 它是染藍的東西 嗯嗯 但這隻染藍的機會 不知道呢 我一向覺得它不高 嗯 因為現在印度那邊出個招 大家知不知道 印度好像封殺了它那個什麼位 那個瀏覽器 哦 瀏覽器 因為它很多時候還不是靠一些IoT 但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你會不會用到IoT的東西 嗯 所以這件事其實都反映了一隻 其實一隻以來 小米就是這個政治風險這件事 嗯 所以你說現在這隻不想 還有一隻241 21元 對 剛剛是有的 剛才20元 20元先看著 好 1610 中糧肉食 分析一下 這隻嗎 這隻我覺得又可以厚一厚 不過現在這位都是比較高 之前我們都有看過這隻 就是說大陸的糧食問題 所以它都爆得很厲害 豬肉格格是真的在7月份的事件爆得上去的 是啊 閉份都很厲害的 其實都可能是獲利盤 今天這個市場突然震得那麼厲害 很多股份都是要下去的 其實都要下去的 沒辦法的 但是沒有這些 又快要拿著它也不怕的 嗯 好啊 另外還有一隻66元 港鐵 這隻嗎 大概什麼位可以買 買不可以呢 港鐵 那些人很多都工作從家的時候 嗯 地鐵少了人搭 還加上那些優惠 現在上蓋的那盤 大圍上的那盤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去買 其實是的 是不是 就是我自己一個普通人這樣說 都說了那麼多東西出來 還買不買港鐵呢 而且最主要是 你這一段疫情之後 很多生活模式會有些變化 還有你說去商場購物 這件事 對於商場的影響 我覺得是很長遠的事 所以對於港鐵的一些中戶收入那邊有影響 車運那邊有影響 因為到時是地產 但是地產那裡真的 也都面對著很大的挑戰 是 所以你說它能不能行 我又真是都是那句 我對於它一向的看法 都是不正念的 好 甚至乎你買來收息的話 大把選擇都不需要後退 好不如先聽黃小姐的電話 黃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今天的太價 太價 你是IPO抽中還是怎樣 還有今早入了 OK 你今早是高位追了貨嗎 沒錯 但IPO買那一陣 是不是應該都有賺錢價 不是IPO 如果你IPO買的話 你有錢賺 但如果你今早追貨的話 應該就要現在可能坐艇 不過我先去一會 我先去找一件事 因為其實太價 先看看 你兩會兒很快 應該找不到甚麼 我要找回太價的 3、3、4、7 115元 IPO的我還有1.5元的賺幅 黃小姐 你今早要高追 你是多少錢到追貨 117 117 OK 因為我找了甚麼 因為話說太價有一件事 可能不知 多不多說這件事 因為它其實在內地有上市 所以變成它的股價 其實你預算跟內地的 A股 是有些 即是我們那個 兩者之間的價格 有沒有一些 叫discount 這件事 今早早你見到內地那一隻 即是太價醫藥 其實是跌了的 現在最新的價格 應該說是 不過這個可能有點跌了 這個價格 它現在跌了3.4% 所以就變成了 所以就變成了 你說因為 現在跌了最新是跌4% 即是跌4% 跌4% 所以我們香港那邊的股份 回到一些都合理 還有因為內地那一隻 你算是人民幣的計價的話 現在比香港那一隻 都是貴少許的 即不是貴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泰價 你根本知道高桌 是有一點衝動了 這個真的 還有因為醫藥板塊 這一些 其實你好像有一隻 海浦瑞也是 海浦瑞也是A股那些上市 它沉了一段時間 好像昨天前的時間 才百姓上來 所以如果這一隻有貨的話 純粹你給你看 是的 我覺得其實這些 叫做生物科的藥 都過賣點 但問題是這一隻的話 暫時 我建議你 先拿著它 不過怎樣也好 如果你看得到 可能它的股價 真的可能比馬鈴價 跌一成了的話 都要考慮減持 好 先聽到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 你試試 是的 我想問今天 應該買亞里健康 還是石藥好 我本身亞里就有貨在手 22.1有貨 如果再賣就加住 還是另外買 買石藥 不如這樣計算的話 你暫時保持 亞里健康的價 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真的要再下一點的話 因為你賣入價是22.0左右 現在計算的話 其實不是差很遠很遠很遠 所以我會覺得 當然 如果你論股價 那個波動性的話 亞里健康一定給這隻食物 花很多 即是意味著 如果你搞炒你 短炒的話 壓你健康 潛在那個鏡 反彈的力度 會比你食藥好 所以我反而會建議你 如果你可以的話 先守住 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一隻肌肉這麼幸運 再跌深一點的時間 如果你去到大概 20元那些位置的話 你口流就交得住 這樣 好啊 多謝 那四月呢 四月呢 四月呢 這些位置 其實是吸引的 但是走得慢 最主要是 就是說 你不是說去測試 但是走得慢 所以變成又慢 如果兩者現在要選的話 反而是 而死了可能 短期的時間 就不停 好啊 多謝了 李小姐的電話 還有少許時間 不如說一下中心 應該很多人都有炒 如果你是短炒的話 一來對成8% 但沒有啦 其實兩樣東西 第一 盤數 你猜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是 其實就不是 當然你可以說它的增長 大家看上去 好像是甚麼六倍 嗯 如果你以它那個叫做 它那個一幅比的話 按年6.4倍 是的 沒錯 但是有一樣東西 今天很多人說的 就是說它那個 毛利率下一個月 跌得好像回到現在2.6% 跌得回1.9%至2.1% 為甚麼跌下去呢 可能公司本身就是要加大一些 投資啊 這一樣東西 可能會有些影響 是 但呢 第二樣東西 今次公司 如果你看下去 其實它的毛利 即是你以為毛利去計的話 它的增長 都是厲害的 但是在說 六成下了 是 為甚麼它那個叫做 利潤可以升得那麼厲害呢 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件數 叫做這個 其他收入和淨額 這件數是比上年同期 多了差不多三倍多 最主要是這件數 就是公司今次的業績 有這麼好的表現 這當然是一次性的 是 現在再看看是甚麼來的 這件數就是最主要去增加 就是那些公運值的變化 還有就是 它那些叫權益法的投資 的應佔利潤 又有一些變動 這兩樣東西 所以其實你說 它的業績 是不是這麼強勁呢 就看吧 另外就是說 本身你看看 這間公司 中心 它的股值 一點都不便宜 所以它的股價 應該拆得那麼慘 就最主要討論這些狀況 是 所以你說去好還是不好呢 我想論前景 又不會不敢去差 因為有錢有割策 扶持這些因素 但是問題是說 這些位置 不會建議大家買 至少下去之前的低位 大概是 可能你說 25-26元到這些位置的時間 你才想到未遲 現在不要想著 好啊 差不多了 這個環節 和Sandy談到這裡 先回答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都要先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股份 有這個阿里巴巴的 好啊 麻煩你Sandy那麼詳細的分析 繼續和大家看著市場 下集回來 還有一節的問答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